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24票对16票同意公布川普的6年报税纪录 今天我来解读一下子里边的税务内容 还有这个报告的公布会对川普参选 2020年的总统会没有影响呢 首先这个国会昨天税务委员会 他们经过了激烈的讨论 经过4个小时的闭门讨论 后来两党里边他们立场非常分明 共和党反对公布川普个人的税务资料 因为川普已经不是总统了 他说作为一个私人 这种情况之下共和党宣布 他说这个是属于政治行动 一般的民众他的报税记录都不会公开 作为总统他有隐私权 他现在这个根据法规 那国税局会进行这个audit进行查税 但是不是国会来查税 不过来说民主党人士这个占多数票 他是24票 他们认为川普在打破以往争选总统 候选人都公布自己税表的报税的这些资料 川普过去在2016年就没有公布 2020年也没有公布 他的这口说 我现在正式被国税局查税 我的律师 我的会计师跟我说 不能够公布 现在但是国会还是强硬的 以多数票24比16票公布川普的报税资料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份报告里边的话 他将川普的过去6年的一些相关资料 全部公布出来 我们解读一下子里边的一些内容 我们发现的话 川普这个可以说从2015年开始 然后他的总收入大概有3100万 然后但是他扣除所有的这些其他开支 应该报税的这些收入也有200多万元 而他有抵税的抵税额扣除下来的话 他2015年他付了64万的税 2016年他的收入的话是亏本的话 这个3200万 以后他的扣除了所有东西 以后他自己应该报税的税额的话 这个收入是223万 而他自己有抵税额 以后有220多万的抵税额 所以的话他只需要付750块钱的收入税 在2017年 他的亏损是在20 是在这个1200万的亏损 他的这个经过调整之后 他应该要付税的收入里边的话是700 我743万 而他这个有抵税额有743万 所以的话他只需要付750块钱的税 到零那是那是第一年他做总统的时候 2017年 2018年 他的总收入 这个只赚的钱是2400万 这个2430万 而他应该付税的收入是这个935万 他有这个抵税额 因为他的企业的亏损 所以他抵税额的话是835万 所以他付了99万9466块钱 2019年他的收入是只有438万 他这个应该付税的收入的话是50 这个55万8千 以后再加上他的抵税额 所以的话他要付了133455块钱 所以的话就可以看得出 这些这个部分 川普在2018年跟2019年 总共呢 在做总统时间 他付了大概100多万的税金 川普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的话根据这6年的报税资料 可以看得出 他的薪水在2015年 他只领11万4 以后到了2016年 他领了只有978 然后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 这4年他做总统的话 他的收入总统的薪水是37万39万39万39万 看样子总统的收入并不是很高 他每年的话只有这三十不到40万的收入 interest他的历史 他的投资了以后 他的历史 他大部分的话的收入是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在2017年他的总统收入的话不到40万 而他自己的历史interest这部分的话 投资所得的话 这个部分 这个有675万 943万 到了2019年的话 变成1100多万 到了2020年 他的这个历史的收入是1000多万 他的dividend 企业的分红 这个当年也很比较少 2万多3万多这些 以后他的商业收入 这个在2017年 他是100多万的商业收入 他的生意这部分交给别人管了 他的生意赚不赚钱 这个部分的话 他2017年是赚钱的 2018年亏了43万 2019年亏了22万 以后2020年亏了29万 以后他房地产的方面的收入 他也后他一直可以看得出都是亏本的都是测制 从2015年2016 1718都是损失都是上千万 1500万 1600万 1100万 1600万 1500万 还有其他的生意一直都是在亏本 亏本的话 数额也是蛮大的 2016年亏了 这个 这个 4450万 到2017年 他做总统 说他亏了12万 3000 所以从这部分看起来 他有这个capital gain这部分的收入 他的增值 这部分的话 倒是这个投资 以后转手 他赚的钱的话 这部分一直都是 这个蛮高的 都上千万 这个2018年 他的总收入是 2200多 这是从增值这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从整体看起来的话 从2015年开始 他的总收入是负数 是亏了3170万 到了2016年 他是亏了3200万 到了2017年 他是亏了1200万 2018年 担任总统的第二年 他的收入 总收入赚了 这个2400万的总收入 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在capital gain 他将华盛顿DC的酒店卖掉 脱手的 这个部分的话 有增值税 增值的 大概这个部分 增值的收入 到了2019年 以后 他亏 他也是有4000多万的 400多万的收入 到了2015年 2020年的话 他跟我们乡家都是一样做生意的话 因为疫情的开始 他亏损了460万的 69万的损失 从整体看起来的话 川普从总统这部分的话 有没有赚钱 大概没有 没有太大的赚钱 他的生意一直在亏损 所以的话 当然民主党是希望的话 你看看川普说 多成功的生意人 其实在2015年 2016年 他都是在生意在做亏损 以后 当然在2017年开始 他做总统的 这个为什么 1977年 国会通过一个法规 就是总统的收入 这个必须每年都要audit 每年都要查税 就要看看总统有没有利用他自己的职权 再额外赚钱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 川普在2017年 20到2020年的4年期间 他的收入 大部分的收入是来自interest 是来自他的历史 就是他的投资所得 所以真正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生意 他的生意已经放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去 他的生意 尤其是房地产 一直是在亏本 其他生意的部分的话 2017年是亏了 这个1200多万 这个在2018年 他们的生意略有起色 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的话 没有太大的漏洞 说川普在周任总统的4年期间 赚大钱 这些东西 或者是利用自己的职权 有贪腐的行为 所以这个部分反而可以显示出 川普他虽然很多生意上面的话 这个是他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有很多时候 他的生意可以亏损 代表并不是生意不成功 或者是有的时候 生意再没有将钱拿出来 继续来投资 这也是一种避税的方法 19年之前 国税局并没有依照法律 1977年的规定 总统的税务的话 像我们一般国税局 对普通民众是要抽检 所以看看的话 他随意的来挑选出来 来抽检 不是一定要检查的 但是1977年的法律规定 总统的报税之路 在总统任命期间要透明化 要不能够有任何贪腐 所以每年都必须要查税 所以在2017年 2018年国税局 并没有对川普进行查税的行动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是国税局 民主党要知道 为什么国税局没有查 国税局的答复就是 我们人手不够 所以我们没有查 当然国税局 他没有一个强硬的规定 是要当年就要查 他说因为国税局可以查 过去五年六年的税 他都可以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2017年2018年不查 并不表示2019年不能够一起查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漏洞 当然国会希望的话 在总统在任期间就要开始查 所以说这个部分 2017年跟2018年没有查 第二点的话 他说这个国税局 直到2019年4月3号 民主党的税务委员会主席 这个发出函给国税局 以后当天发出函 以后国税局当天就展开 对2019年川普的报税资料 进行查税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里边的话 在2020年川普没有付任何 这个欠税的钱 他说这个在2015年的话 这个他没有付到税 因为他报税里边 他说生意的亏本 然后第五点的话 他说川普的收入赚钱 不是靠他的生意 而是靠他的投资 投资这部分里边的话 在2020年川普 他赚了个1000多万的 是这个从历史里边的话 要报税的历史里边赚到的 以后他的自己的房地产 这个亏本了大概个1500万 所以从这个部分看起来的话 川普还是在房地产方面的话 还是没有赚到钱的 最后一点 他说共和党的人士指责 将川普的报税资料公布 以后这种的话会开了一个潜力 因为就像纽约时报也同样的论调 就是说你动不动国会就要公布 这个调个人或者民选官员的资料 并且公布 那开了这个先例 那将来共和党也可以对同样 对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人士 或者是其他的民选官员 要调从国税局调出记录来 以后公布出来 这种的话是迫害民众陨时的行为 不应该这样子做 当然这个为了平视这方面的指控 现在的话国税局这个税务委员会 他现在有做了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的话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星期会提出来 就是国税局现在的话要增加经费 因为国税局说在2017年2018年 没有办法来查川普的税 就是因为人手不够 所以一方面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国税局已经从80亿 获得了80亿的经费要征聘 这个87000多名这个查税人员 这个钱现在有可能会被共和党的人士挡住 会减少 所以他提案的话就是你看看查总统的税 都没有足够的人员 所以他现在的话就是透过要提一个案 因为你国会要进行公布这个行动 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他共和党说 这是民主党打击共和党这个对手的一个工具 他为了平时这些批评 他现在找出一个理由 我们国会立法就是因为才发现 国税局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查税 所以要求这个增加国税局的经费 所以要提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不一定会通过 为什么你要通过参众两院才能够 并且像这种这个方案的话 共和党在1月3号之后会掌控国会的这个众议院 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一个预算案法案要通过 都要得到参众两院的支持才能够获得通过 在目前你可以看得出在 为什么J6要赶紧在这个星期要公布 他的结果 然后这个税务委员会拿到川普的 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拿到川普的税务报告 以后就一定要公布 所以对民主党来说 因为剩下两个星期时间不多了 所以要在趁快在共和党主控这个议会之前 想紧将这些资料的话公布出去 目的就是要呛衰 要抹黑川普 希望的话能够在2024年利用这些资料里面来打击川普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华盛顿邮报今天又报道了 有关于8月8号啊 这个川普抄家案里边的一些内幕消息 这个内幕消息里边的话 也有一些是媒体上面还没有报道的 他里面提到啊 这个摩托拉狗这个案件 本来FBI没有插手 因为这个这个是小事情 所以在去年年底 川普啊 这个将这些资 这个川普啊 跟国家档案局要接收这些资料的时候 国家档案局的话啊 就是啊 这个啊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 就是金正恩写给川普的这封信 他们找来找去 国家档案局找不到这封信 因为这封信的话 牵扯到一个两个国家元首之间的往来 不单只是个人的书信 而是牵扯到国家政策的信 究竟金正恩在信上是怎么样子跟川普说的呢 有答应什么东西吗 有没有要求美国 要求川普出卖美国的利益呢 这封信至关重要 所以档案局的话 死死咬住了 就是这封金正恩写给川普的信 所以当时档案局在这个十一十二月份的时候 收到十五箱川普打包给他的资料 里边有三百多份是机密文件 找来找去 就是没有找到金正恩这封信 因为金正恩这封信给川普这封信里面的话 大家都看过 以后川普在不同样的活动里面 也拿起这封信 跟大家讲这是金正恩写给我的信 以后我花 所以对国家档案局来说 这是国家的文件 一定要回来 所以找不到这封信的时候 他们看了 以后有在十五箱资料里面 他们发现有很多 有三百多份是机密文件 这些都是top secret的 他就是赶紧打电话来要求FBI来查证 但是FBI他们没有 还没有来不及 因为他们是属于调查犯罪的 并没有牵扯到国防这方面机密决运文件的特权 所以他们觉得你们国家档案局跟川普移交文件里面发生了冲突 这个矛盾你们就可以了 但是国家档案局的人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十五箱资料里面发现有三百多封是绝密文件 这些绝密文件的话 这个我们肯定的话 川普还有其他的文件还要给 没有给我们 他举例说就是在坚持到大家都知道了 金正恩这封信就能这些信里面他都没有给到我们 那这种情况以后FBI说有那么回事 那好 所以FBI也有两派 一派的话就是说这个算什么 这个机密文件的东西的话 川普总统本身就可以解密 所以他该所有的机密 川普做总统的时候他都知道 所以他有一派的FBI的人 他认为不应该插手这个事情 你们两方协调就好了 但是的话一提到金正恩这封信 还有的话在十五箱资料里面 还有一些牵扯到伊朗的核能资料 他就是因为牵扯的核能武器 FBI的另外一派人认为 川普我们现在这个不知道这些文件会不会落到别人手上 因为的话里边有一个这些资料搬到的地方 不是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而是搬在一个这个Morago的地方 这个住的地方 而在Morago的地方里面 进进出出以后 所以包括很多名人 包括大陆的游客都想办法进海湖庄园里面去 然后这种情形里面的话 他们就很担心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需要过滤一下子 所以FBI有派了专员专门申请了这个特别的 可以接触特别保密云件的人士来开始接触 那当时他们已经在5月份6月份的时候 已经说服了这个大陪险团 也后因为他们FBI 他自己没有办法发出这个搜查令 也没办法发出传票 他必须他就那时候就成立就像大陪险团 大陪险团不像我们普通民众的陪险团 大陪险团一般是20多个人为期一年 他们的话检察官向他呈现了一个立了案子 他说为什么我要向要透过大陪险团发出传票 为什么要有这个必要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的话 在机密文件里面有关于核能的牵扯到国家安全 还有这个牵扯到美国跟北韩之间的重要文件 以后我们觉得还没有交出来 所以的话我们要求这个进行这个要求搜查 当时这个大陪险团要呈现里边的话 最重要你必须要举出例子来 为什么这些文件要有这个必要 他就是举例说 他说这个名叫做这个WAT的海军人士 他在白宫的时候是海军经营的餐馆里边做厨师 他在关岛出生 然后他平时一个都是在白宫里边煮菜 以后川普蛮喜欢他的 两个人变成他变成这个川普新编的一个这个锤筒 锤叫随到 以后尤其川普喜欢看电视 一按一个按钮 这个WAT就马上知道要带这个Dye Coke进去给总统喝 所以总统的话对这个年轻人也是海军出身的 非常欣赏 后来总统这个不做 这个从白宫搬出来 也将WAT的话一直带到了Morago去 BI说跟他提头一次问他话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 没有人不知道川普有床 那个秘密文件的这些机密文件 他的档案资料我们不知道 但是的话后来在这个 那时候大陪审团发出全票 以后川普的律师已经说该给的已经给了 后来这个陪审大陪审团拿了大陪审团的全票 他要延期一个月再来找 OK再给的找 后来在六月份的时候 川普的律师通知检察官 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有大概有100多份的这些文件要交换给你 所以当时这个联邦检察官还有两名FBI的人 到了海湖庄园里边去要拿这些文件 在拿文件的时候 川普有出来打招呼 但是的话 FBI问他你这些文件床在哪里 川普带到他旁边一个储藏室里边去 以后就是我的文件都在这边 那时候川普就走开了 那探员还有检察官要检查一下子里边的这些文件 那时候律师挡住他 他说这些文件里边该给你已经给了 这是私信文件 我们不同意你查看 那FBI的人跟检察官跟律师达成协议 但是这些文件里边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的文件都有 所以我们还是要求 将这个要求做出一个要求 就是海湖庄园的这些录像带 以后我们有权利的话来同时接收 所以这个情形川普的律师也答应了 所以第一次他们问这个 后来在七月份的时候 他们通过这个安全的系统看到了 这个川普叫了Watt搬资料 搬到这个搬到川普的办公室里边来 FBI马上约谈Watt 公开此的时候 Watt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机密文件 我也不知道藏在哪里 后来FBI展示了里边的这个视频 他说我们看到你从驱伤室里边 搬资料到川普的办公室 这是不是你 有录像带的展示之下 他只好承认是我 后来的话他说在哪里 以后你你撒谎 以后我可以起诉你 后来的话他就保持沉默了 也就是因为他保持沉默 以后FBI更加谨慎 后来在大陪审团的资料之后 他们过滤 一锅律发现还是没有找到金正恩写给川普这封信 那这封信到了哪里去呢 所以的话后来检察官的话就商量要不要烧查 但是这个案子毕竟是太敏感了 要烧查一个前总统的一个住宅 以后的话里边这个肯定会引起各界的官诉 所以最后拍板的是司法部部长 Garlan Mary Garland 他虽然一直做法官 但是在做法官之前 他是检察官 非常低调 所以他这个在出任之后 他自己亲手来处理 来批准 好我们要向法官申请稍查令 但是他们也为了避免 这个蓝对蓝 因为为什么 FBI他的服装 也和一般警察部门的话 我们做都是要blue 就是蓝色的 因为川普虽然退下去 但是他也是有特勤局的保护 也是执法部门 所以蓝对蓝不希望的话 两个两派人 一个FBI跟一个特勤局 Secret Service两派打起来了 在稍查的过程之中 所以他们的规划精心规划 希望的话川普在夏季的时候 Florida特别热 他可能要到纽约去度假的时候 那时候采取行动 所以8月8号 8月5号 他们就向法官申请稍查令 法官也签署了 就是因为里边的Waltz的话 说话不诚实 另外的话金正恩这封信几趟资料找下来都没有找到 所以的话法官也同意稍查 但是他们没有马上执行 等于确定川普不在海湖山庄了 才进行这个稍查的行动 当然现在最后的决定权 不在Jack Smith特别检察长手上 而是在司法部部长手上 因为毕竟现在虽然在调查具体的事件的东西 司法部长指派了独立的检察官Jack Smith 但是Jack Smith就算有足够的证据 认为可以起诉 那现在是由司法部部长Mary Garland来决定 要不要对川普就机密案子处理的事情进行起诉了 所以这篇报道有引用了很多23名的这些 在川普或者是检察官办公室里面 一些工作人员的一些爆料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这场战争会不会展开 尤其是机密案件里面 川普会不会被起诉 现在还难以预测 好的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重要新闻 就是现在国会正在审理最后一个预算案 我们知道1月3号 共和党会主控国会的众议院 任何一个预算案都要请过两党的相谅 并且两会参众两院的同意才能够通过 现在民主党主控的国会众议院 只剩下一个多星期了 为了能够推动一些法案 所以他现在虽然是我们holiday 我们经历了这个圣诞假期 但是国会议员还在不断的协商 不断的开会 想办法再讨论 民主党希望的话 能够在这个周末之前 能够推动1.7兆的预算案 这个预算案是到明年9月份为止 当然这个国会里边 有很多共和党人士想办法来阻止 这个预算案里边包括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包括了国防预算 所以为什么其中的话对乌克兰的支持 所以为什么乌克兰的总统现在特别赶过来 要跟要在国会里边游说 同时的话鼓励民众要开始为了这个401K 这个401退休计划里边的话 这个税务优惠 所以做了很多 这个当然在里边的话 现在有很多行业 包括的话 这个在缅人州的这个lobster 我们吃的大龙虾的这个业者的话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 这个为了环保 这个保护这些 这个金鱼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 这个行业的话 打鱼业受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国会决定 这个补钱给他们 同时在里边也提到 要将TikTok政府的所有部门 都要这个进行下载使用抖音 还有这个 还有要扶持非洲很多国家 在环保政策方面的损失 这个同时 这个所以现在这两个 还有要将这个名字 两栋这个联邦的这个大楼 这个一个启名 来纪念这个Nancy Pelosi 以后另外一个的话 是阿拉伯马的 共和党议员 Shelby这两个人的话 都都将大楼 联邦大楼命名 以后 所以这些法案的话 都是民主党 在选举之前 在两年以前 答应要替民众 透过立法的 因为1月3号 这个以后将来两年 要推动这些法案的话 就非常困难了 在目前来说 可以说 很快的 1月3号之后 民主党的议会 就会这个民主党就进入了一个 Lamb duck 就劈腿压的这种情形 就是你只有一个腿走路了 你没办法 很多法案没办法推动 在为了最后一刻 我们可以看得出 民主党里面 他们在过去 从11月选举到1月3号之前 他们做了哪些立法的程序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他们要想办法通过预算案 预算案的1.7兆 除了预算案之外 还包括了要援助乌克兰 要改这个Electro Count Act 也就是说 这个预算案本来是预算案 50票就可以过的 在中参议院 多数票的话就可以通过 要通过法律 中医院是多数票就可以了 但是参议院的话要60票 在预算案里面是不需要60票 50票就够的 所以民主党现在将所有可能要60票的 这些法案绑在预算案里面 在预算案里面绑了几个 就这个Electro Count 我意思是说 以前就之所以闹出J6的 这个国会事件的话 搞会议山庄被砸的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副总统要认证选举结果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就是说 将来的选举结果 都已经认可的话 我们国会认可就好了 不需要副总统的认可 所以这个法案也是在里边了 还有的话 不允许政府机构里边 雇员的电脑里边有抖音 这个资料使用抖音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绑在预算案里边 当然还有的话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月 国会参众两院快速通过了 这个同性恋分音合法化的 这个法案 参议院里边有12名共和党人士 夸党支持 所以的话有62票通过了 这个保证同性恋的分音合法化 因为这个民主导担心 如果是将来变天之后 会不会这些好像堕胎权利 也会就像堕胎 同性恋分音的这个合法权利 会不会像堕胎权利一样被拿掉呢 所以他为了确保同性恋的分音 所以他在下台之前赶紧通过了这个法案 不过来说共和党也开出了条件 他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要通过你们的国防预算案 还有同性恋法案的话 你要同意我们的要求 那就是你不能够在军队强迫士兵打疫苗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是通过预算案的方法 国以后通过了 当然现在的话 这个还有一个方案正在讨论 也可能会提出来 不一定通过 就像普特里古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 这个方案的话 这个国会已经是要同意 但是的话 这个白宫也同意 但是很有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获得众议参议院的支持 所以可以看得出 虽然民主党已经知道来日不长了 所以的话在赶在1月3号之前 将一些民主党一些极左的政策 执着的一些预算案赶紧通过 当然1.7兆这个预算案 非常将来会增加政府的更大的负担 我们纳税人要开始买 要更也要买单的 负担更加重 不过来说目前共和党还没有主控充议院 所以只能是眼睁睁的 看到这些措施被通过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